臉書照片除了正式活動 不時還能看到趙天玲 跟太太的親密合照 不管是結婚紀念日 還是兩人生日 甚至出席各種活動 而家庭成員的大小事件 也不時對外分享 沒想到愛家愛老婆的形象 卻因為飛聞一夕翻盤 行為很不應該 也應該要甚至的檢討 立委的布局 這個都必須審慎的來做評估 陳其邁表明立場 但對於選舉影響 則是輕描淡寫不越多談 導致同選區對手 國民黨籍的陳美雅 同為家中的女性角色 相當義分填膺 你把家人跟太太 當成你的擋箭牌 這是完全不負責任 你不顧家 你如何互衛我們的國家 請問這樣的委員 你不用退選嗎 這樣子愛情產業 戀的政策的實現 我想趙天麟委員 身體力行的做到 就連國民黨的高雄市黨部 也要調侃他 當初批評韓國瑜的 愛情產業戀 如今卻自己翻車 支持民進黨 還是趙天麟的家人 可以看到趙天麟的選舉場合 太太幾乎無疑不語 早期加入台聯黨的他 進入民進黨後 除了擔任多項黨職 還從高雄市議員 一步步爬上中央層級民代 甚至前兩屆的高雄市長選舉 就曾傳出他 有意問鼎百里侯寶座 而原本在陳其麥任期屆滿 有機會進入接班團隊 如今不但打亂布局 就連這次立委選舉 面對國民黨 以及綠營大佬郭貝宏的夾擊 恐怕都讓選情更加 歸絕多變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